公元272年 此时距离蜀海灭亡已经十年 三国平衡局面已然不在 蜀国灭亡两年后 西晋代位和原来的位数两强之力 而东吴却要独自面对西晋 只好依靠着长江天线苦苦支撑 然而吴墨帝孙浩 猜忌慎咒 终至祸生酒业 边将不产 携重镇投降 西晋司马延果断派出 洋护等三路大军压境势在必得 本就势丹利孤 现在形势更加严峻 吴将陆康又该如何破局 在三国之中 曹魏实力最强 蜀汉和东吴各自凭借蜀道艰难 长江天险 勉强得以立国 同时 吴蜀两国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联盟 这才稍有优质 偶尔还能反攻曹魏 可以说 三国微妙的平衡局面 这才得以形成 然而 263年这种局面被打破了 蜀汉皇帝刘善 在巨大的军事压制之下 投降了曹魏 吴将陆康曾率军争夺 欲整合吴蜀之地以抗位 却以失败告终 于是三国平衡 变成了东吴独自面对更加强大的曹魏 两年之后 曹魏内部善变 司马市西晋帝国建立 但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前汇王时 大将司马错就曾说 得蜀则得蜀 意与大破巴蜀对蜀无的地理压制 现在静以得巴蜀 处于蜀无之地的东吴 本就处于地理上的略识 而西晋得以 从长江以北和蜀地上游两个方向 压制本就弱小的东吴 幸好东吴还有良将陆扛 在荆州苦苦支撑 毕竟有长江天险 西晋无系可趁 也只好一面加强军备 一面寻找契机 饶是如此 东吴毕竟处于实力和地理上的弱势 艰难地进行着孤独经手 在蜀汉灭亡的第二年 吴墨帝孙昊登基 一开始孙昊赴明谨证 一时被誉为令主 然后不迟多久 孙昊就暴露出了他的猜忌本性 驻臣都战战兢兢 终于户起走夜 而第二年八月 孙昊照西陵都部产入朝 不产内心不安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去重镇西陵投降了西晋 不产的投降 对于西晋来说 简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而对于吴国来说 却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早有面无知智的司马爷 却似乎止步于加官进决 似乎没有想到 吴国会因此而做出什么举动 而吴国方面 不产的上司 都督西陵西陵一到月香 公安驻军事的陆康 却已经开始亡羊不劳的行动 听说不产投降 本已处在烈士 要失去先手的陆康不敢耽搁 迅速就做出安排 派见左 吴 蔡 三将 率军到达西陵城外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吴军过来便没有攻打西陵 却在西陵外围 从赤溪到故事 筑起一道弧形的防御攻势 保宫头陆康还天天催促 众将都不理解 要求攻打西陵 一督太守雷坛说的言辞恳切 陆康无奈便下令西陵 助将发现城池坚固 便又老老实实回来修桥 而西际方面 直到听闻陆康为西陵才派出了军队 都督荆州驻军事 杨户统帅主力进攻将领 荆州刺势杨赵到西陵接应 巴东建军徐印 率水师从上游攻打剑平 按说这个防律是不错 然而可惜的是 第一支禁军杨赵的部队 直到11月份才到达西陵 而此时 吴国已经修好外围的防御工事 陆康亲率大军凭借其余杨赵对峙 派遣水军都督刘绿对抗徐印 面对禁军主力杨户 陆康却只任命公安都孙尊在长江南岸防御 将行手重镇将领 吴强与水师 而禁军水师固弱 以流率对抗徐印已经足够 但名将杨户率五万主力 为何江陵方向滞留部将张贤和孙尊 陆康却自率主力来到西陵 这不是火中取利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其高明的安排 主线西陵 陆康凭借修筑的防御工事与杨赵对峙 不久陆康营中固立于赞反投杨赵 陆康觉得于赞会将无军需时汇报给杨赵 杨赵肯定听从 于是陆康联谊将移兵防守的薄弱之处 换成了精兵防守 第二天 杨赵果然率军攻击原来移兵防守处 失败而回 不久 杨赵觉得没有胜利的希望 趁夜顿走 陆康发觉 但有西陵城内 不产的牵制又不能全军出击 于是 陆康鸣鼓戒重 做出追击的假象 杨赵军果然害怕 此时陆康再以清兵追击 大获全胜 赶走了杨赵 陆康再回过头来慢慢攻打布铲 不久西陵城铺 陆康诛杀布铲三族 即同盟将力 赦免了其余众人 剑平一线不出所料 徐印率领的禁军水师 很快就被刘律打败 徐印退回巴汝 降临一届 为避免降临 周围没有险要可守的弟弟曲线 陆康曾人为修建了一个大雁 蓝水灶虎 洋虎出兵前 想要借用这个人工虎 用船只运送物资 于是宣称要破燕已过步兵 杨虎却不曾想到 这一招是弄巧成拙 长期积水 就算立刻排水完成 那也是一探淤泥 肯定难以行军 因此陆康判断 杨虎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于是极令张贤破燕 杨虎到后 面对满是淤泥的江陵城北实力 物资运送艰难 直到战役结束 杨虎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只好退去 2022年12月 这场战役就以吴军陆康的大获全胜 收复西陵而高中 其实在战役频发的三国时代 这场战役并不大 但后世对这场战役的评价却很高 早在西晋时 陆基就曾在其著作中 将其父陆康的西陵之战 对吴国的贡献 与其祖父陆逊的夷陆之战秉称 虽然战役发生的地点很接近 但是夷陆之战 无数两国几乎出动全国兵力 对职近一年 而这场西陵之战 据禁书五帝记记载 双方兵力分别为 禁军八万 武军三万 扬护主力五万 更为其战 实际战役的时间 仅仅一至两个月 那么西陵之战 凭何能与三国三大战役之一的 仪陵之战 相提并论呢 其实就西陵之战 陆康所表现出的名将修养 以及此战对禁无格局的影响来说 此战的精彩 的确毫不逊于仪陵之战 此战陆康能取得胜利 其实很多细节 能够展示出陆康 足以担得起名将的赞誉 其一 西际扬护 扬兆身在襄阳 距离西陵很近 为何陆康能扳回新手 不知道是没有意识到 西陵投降对于西陵的重要性 还是司马延部署的晚了 总之 九月不产就投降了 但进去的第一支远军 扬兆的部队 却在十一月 却才能到达西陵 但即使司马延没有意识到 其实杨户完全应该意识到 吴国不会甘心 白白丢失西陵这个战略要理 当初孟达之判施 司马亦不等请示 率军即行 直接拿下上拥 而现在 杨户驻守襄阳已经三年 兵经粮足 却等待远在洛阳的司马延 命令之下 才率军向南 不得不说 杨户在战略上 有着很大的失忽 而相比于司马延和杨户的迟钝 洛康却敏锐地意识到 西陵的重要性 荆州南部一直存在着大量蚂蚁 东汉初的武陵蚂蚁 三国时的武西蚂 都表明着这些人的存在 如果任由西陵这个缺口打开 使进庭与他们有所联系 则荆州还能不能守得住 就不一定了 于是 已失新手的陆康行动迅速 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差 得知部产叛乱后的第一时间 吴军就赶到了西陵城外 于是司马延和杨户的迟钝 致使丢失了到手的心机 而陆康的敏锐 却拿到了本已失去的心机 其二 陆康为何为西陵而不打 西晋三路大军将临时主力 陆康为何盯着西陵不放 虽然来到西陵 但并不意味着 吴军可能获得战役的胜利 试想 如果直接攻打西陵 禁军不知何时到来 万一到来时 为攻下西陵 则吴军父辈受敌 而禁军则可与不产 里迎外合 如此则无必败 面对如此这样的劣势 陆康的做法是 在西陵城外又修起了一座弧形的尾 正是这座尾起到了 划略式为优势的关键作用 它不仅能将不产与禁军隔开 不能相互沟通 避免吴军被两面夹击 同时还对接下来对抗未知的 强大禁军增加了保障 幸好禁军反应迟钝 驻围过程中 陆康甚至有时间试探性 攻过一次西陵 以解除驻将的疑虑 等到了西陵外围驻城 吴军已经夺回失去的先手 但这并不意味着 陆康可以从容应对接下来的挑战了 吴军只有大约三万人 但禁军的援军却有八万人 主力阳户率军五万取江陵 偏师阳照率军约三万取西陵 还有徐印的水师 但陆康却选择了主力围困西陵 对抗阳照的偏师 却不去理会阳户的主力大军 这样做的理由 除了刚刚提到的西陵的重要性 而江陵即使陷落 禁军也难守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陆康对自己住的城有着相当的信心 其三 陆康的军将修养 擅助防御工事 作为军将 除了整体军事素养以外 往往对战争的某一个方面特别擅长 而冷兵级时代有很多军将 善于利用防御工事达到战役目的 比如战国的连波 南北朝时的王思政 维孝宽等人 而陆康也非常重视这个方面 这一点从孙权时期的一段记载就可以说明 公元二十六年 吴大帝孙权 事务九年 陆康与诸葛克换房 诸葛克到达陆康原来的驻地 发现那里的防御设施 异常严整和稳固 简直一手难攻 因自己驻地却多有毁坏 此事还曾令自负的诸葛克 十分惭愧 而西陵之战中涉及到了防御工事 也几乎全都是陆康所驻 西陵城 江陵城 西陵外的围 江陵城外的人工艳赛虎 来到西陵却助围而不打 平围对抗杨赵 因江陵城街而置杨护于不顾 整个战役中 陆康所驻的防御工事 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影响了战役局的走向 此战最终的结果证明 陆康的自信是有理由的 其次杨护妙计评出 陆康却料敌于些 当然此战陆康往往料敌于些 也证明他作为一个名将的修养 比如在渔战投降时 更换防卫部队 杨护扬言破咽石 采透杨护的真实意图 同时陆康看破西陵 乃是敌军的真正的目的 而江陵虽军队众多 却是禁军的调虎立山之计 而这些给了陆康一步步挽回劣势 赢得战役胜利的基础 总之陆康在战略劣势 要以失先手的情况下 能够冷静判断 不仅搬回先手 还最终率领弱小的吴军 击退杨赵 收复西陵 令强大的禁军无功而返 可以说陆康在此战中的表现 不亚于任何一流名将 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 更何况是弱势一方的内部豁别 虽然这西陵不过是一个边境小城 但正如陆康所言 西陵的关键不只在于西陵本身 西陵所在距离仪陵之战 所在的地方仪陵很近 向南不远就是京满所在 向西则是巴首之地 向北距离襄阳很近 向东顺流而下则是江陵城和东吴腹地 江陵地势平坦四通八达 历来无险可守 曹操追击刘备的先例 和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后凉的灭亡 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 历代无地政权要守住京州 都会在江陵万围 构筑防御纵身 而现在 东吴无法具有巴首之地 江陵以北又是西晋帝国的地盘 因此西陵和宜都 几乎是江陵外围最重要的据点 也就是说 如果西晋占据了西陵 也就拔除了占据京州 一个重要的据点 以西晋帝国和东吴的实力差距 如果在南基青满顺降而下 那么京州一首 乃至灭亡东吴 提前实现大一统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当初司马措就是这么想的 刘备就是这样做的 而现在 一个司马措的大秦帝国 和刘备的蜀汉帝国 都不具备优势 摆在了西晋帝国的面前 吴西陵都不产主动投降 西晋帝国不仅兵不血刃占据西陵 而且还有一个长期负责西陵军事的素缴 不产 如果西晋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么秦将司马措所描述的战略构想 刘备当初怡定之战 没能实现的愿望 就要在司马措和杨护的手上实现了 就算不能一战灭无 西晋至少也能够提前实现 再统化一下的目标 司马措并不是完全的拥主 杨护也以战略家著称 然而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司马措和杨护都没有在第一时间 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陆康意识到了 而且一直惦记着 临死前陆康上书说 西陵建平并非只是两座小城 乃是涉及到设计安慰的要地 同时这两地又进敌国 从两个方向受到袭净的寄规 如果敌人骤然而至 国内难以救援 因此陆康请求增兵改制 加强西陵防务 虽然陆康言辞懇恳切 全权为国之心 但孙昊却甚加猜忌不加理睬 数月之后陆康病足 即使如此 陆康还是为吾国续命八年 此战之后是一段 证明的杨禄之交的时代 而孙昊的胡作非为 和司马延对法吾的犹豫 导致陆康和杨祸都为自己身后的帝国而深深忧虑 分别在274年和28年一遇而终 此战的两位主将陆康和杨祸 都没有等到华夏一统的那一天 随着陆康的世事和三国时代的彻底终结 三国时代的精彩对决已成往事 而西晋的迅速衰落 使得三国时代更加被后人怀念 陆康也因此被誉为三国最后的名将 而西陵之战也就成为陆康的绝唱 三国名将的谢幕之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